短线上台股可能现在 还是要以量缩指稳为主 不要再扩量的下沙 因为看到现在的一个量能 担心会有扩大下沙的情况 现在看到包括像鸿海 卖单调节来到今天的新低 还有像台积电 这些个股压力都比较重 资金很明显 刚刚有提到跑道房子 跑道树化 那每一天其实都可以看到 船产都有亮点 只是跟着亮点去做 很容易就短线又住到了套房 好所以现在我们电子跟船产这里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思考 还有布局呢 帮大家邀请我们滑罐头顾的 范振宏老师 振宏老师早安 一轩早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真的是 如果追船产的强势 蛮容易还没有赚到 然后资金又跑到别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讲 造纸很明显 那树化它还有一些延续性 那今天是轮到了房子 这变成大家就不太敢去 马上追进去 那当然老师在这边也总是提醒 大家不要说看到强势股就抢 那这边还是要请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 这个传产的轮动我们怎么去抓 那另外一个我们最大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大家都说不好做 原因是在于我们明明看到单子是满的 产能是满载的 报价是上涨的 这种所谓的前景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去看他们的筹码 不管台积电联电 甚至你讲到很多IC设计 法人就是不捧场 那怎么会前景好 然后法人筹码不捧场 这两个背道而驰 那一般的投资人 我们又该怎么做处理 很多人说可以低接吗 还是说我原本有持股的都不动 我要不要卖 所以在这边面对这样子的纠结跟疑惑 老师给我们一些方向 好那刚刚宜萱有提到这个 传产的部分 那我是直接跟大家讲 我就先讲结论 大家都想说那这边要布局什么 要买什么 甚至说哪些防御型的股票可以买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不是法人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持有股票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布局就是 最好的布局就是不要先不要买 对最好的布局就真的是新台币 就是现金在手 我们等机会就好了 大家说因为有些可能投资人会去做空 那你可以尝试的去做 可能因为目前趋势是的确 比较偏向往下 但是你说短线你要做多的话 我真的建议大家 这除非你真的对自己的短线操作 很有信心 而且胜率有一定的把握的话 那你去做我就不反对 但是如果说一般投资人的话 我会建议真的就是 与其这边一直去找 哪些股票可以买 不如就是以现金为主会比较安全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说 哎呀真的是不看股票不行 那我会建议你说 其实你去找一些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宜君也讲到 很多公司电子产业订单很满 或者说接下来展望很好 那我觉得 可是股价很差 可是我觉得你先把这些个股挑起来 等待整个大盘 或整个景气有 不是不能说景气 整个大盘跟整个趋势 或是整个盘面的状况 有好转的时候 你到时候再来布局 其实都可以省掉很多的成本 这个成本就是 你现在买完 它又续跌 那你可能要等到它回来 变成说重新 重新长出它的 就是符合它价值的这个波段的时候 那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一个是时间成本 一个是价格成本 所以我觉得现在去太过于积极去做布局 基本上对自己的 不管是时间还是现金 都会有一定的伤害 所以我反而建议大家说 真的不用说在这边一定要找什么股票 说哪些可以买什么的 就真的就真的现金为王就好 那当然说大家一定也会问说 那这边呢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啊 或者说那哪些是可以低接的啊 那我是建议大家 因为像以我自己的操作方式 都是等到它转 就是有要转强的迹象的时候 我才去做买进 等到它真的现行 我们不一定买到最低点 等于是说老师会看 它的现行已经往上趋一两根确认 对因为简单讲啦 因为现在目前像我自己的软体 我每天都会挑 今天强势股有几家 那像我这应该有提过 大概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每天跳出来大概150 160 甚至有时候到200家 可是呢最近挑啊 像昨天啊 跳出来只剩下30家 就等于是说整个盘面的 强势股是很少的 而且这30家里面 有些还是没什么量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短线来说就真的是做多事 比较困难的 你要挑到有延续新上涨的波段 特别是波段部分 其实比较困难的 因为即便说你说像 我记得上礼拜 我们都在讲纸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纸最近 你说他们真的有走出很强的波段吗 好像也没有嘛 就反弹过了季线 比如说像滑子 可能不要抢过的季线 可是很快它又跌回来去做整理 所以等于说短线 你不是买在最低点的话 好啦 假设你说你追在第二根好了 可到今天 你可能也不过才10几%的获利而已 那这个其实就长线来说 我是觉得这个10几%获利 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有点塞亚风都不够的啦 因为知道就是我们做波段 通常都是20%为目标去做一个起跳 那我就说只有10%获利 等于是跟做短线是没差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不如就真的多看 而且重点是有10%还能偷笑 你有些像刚刚宜萱讲的 我一追进去就刚好被套牢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说观察个股 我觉得第一个很关键就是 你至少像我啦 你观察到比如说 一些你觉得很好的股票 公司接下来早上不错 有机会走出一个大波段 那你至少你先站回地线 那我觉得刚刚宜萱 也提到观念非常好 不一定要买在最低 但是我们要买在它 可能一买进 之后很快就有效率 有去做上涨 那所以陈寗 目前大部分的状况来讲 我觉得就是大家 就多看扫作就好 那当然整个电子业状况 除了这个 因为美元昨天也突破 这个短线的高点 昨天晚上美元是正式 突破这个盘底区间 所以如果说 整个资金回流美国的话 其实对整个新型市场是不利的 那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升息的状况 如果说 因为目前美财值利率也上升 那我说真的确定 这边的整个资金回流 跟整个缩减之后 其实对整个电子股的估值 是会做下调 那这个其实我也分享过蛮多次 就是过去这一波上涨 主要是资金过度泛滥 导致企业估值大幅的调升 那我说这些泛滥的资金 被收走之后呢 那势必这些资金 这些公司的 这些公司的估值 是会被下调的 那这就可以回答 刚刚宜萱在问了说 为什么很多公司展望很好可是法人就是不买单啊 对这个就是当大家很疑惑 而且其实也会接到不少观众朋友的 可能询问 会想说 那之前大家都看很好 比如说你讲金元代工 我们之前 我们也跟老师讨论过所谓的这个成熟制成的部分 都是满载啊没有问题啊 可是他们最近股价完全不动 好那这是刚刚我讲到了嘛 就是资金收回造成了企业估值调降 因为目前其实整个 不只是台湾啦 其实全球股市都有一个估值偏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估值偏高又遇到估值要下调的时候 其实股价就涨就会回档 就变成说本来你目标价是100块的东西 那你现在可能是90块 本来想说有10%的空间 可是因为估值下调 然后可能 估值下调之后 可能变成 可能变成就是目前你的价格了 90块 那加上目前市场上又有利空 那对面说上面没有空间 那大家就怎样 又就在这边去做个卖出的动作 那自然买进的力道就减缓很多 因为本来有10%的空间 大家还想会去追价去拼这10%的空间 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空间呢 那大家就只剩下卖啊 所以变成说目前的电子股 为什么会这么弱势 即便展望再好 就是像晶圆代工也一样嘛 像联电最近也是重新再破了 这个9月22号的低点 所以等于是说 晶圆代工这个主流 可能短线也告一段落 所以目前电子来看 是完全没有主流的啦 包含就是之前强势的高速传说IC 是一些高价股的部分 是还有之前讲的PCB嘛 对PCB的部分也是 像ABF载板也是一样啊 虽然说他们有受到这个限电的影响 但是他们 这个限电其实会促使他们涨价 那如果说要再讲更多的话 就变成说涨价有一个问题 就是终端能不能接受 像我昨天有提到硕话啊 就是他的确涨价没出 问题是 其实之前四五月就已经有传出 下游就是终端的厂商 是没办法接受这个涨价 因为他们涨价是卖不出去的 那所以那 像这个ABF载板 如果说你再涨下去的话 那他们会不会也会 中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这大家要去思考的 那当然最近 我觉得因为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跟大家讲 其实最近有一个议题 叫停滞性通膨 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Google一下说 这个停滞性通膨是什么东西 那什么样情况下会造成这个东西 那当然说之后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再做这方面去再做一个解说 好 我们谢谢郑宏老师 刚刚帮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提到停滞性通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之后的连线当中 也会请教老师 在这边我们有机会 也会跟大家 再来详细的一个描述 我是怡萱 我们先进一张广告